在谈到新能源发展的时候 总有人提到氢能源 也就是氢气球的氢 想知道这条发展方向的前景如何 今天这期科技参考 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氢能源 简单的说 它在15年前 和新能源类别里的锂电池的应用 光伏太阳能电池的应用 有大致相当的困难和希望 但15年过后 已经渐渐的边缘化 但在这条赛道上 还有最后一位选手没有放弃 那就是日本 2022年5月份 马斯克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 被问到氢能源是否可以加速 从化石能源转时到清洁能源呢 马斯克的回复斩钉截铁 他说我已经被问过一两百次 对于氢能源的看法了 从存储到制备 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不会参与氢燃料电池的辩论 因为我觉得这极端的愚蠢 和马斯克有类似看法的 还有大众汽车的CEO 他说 尽管钢铁行业 化工行业跟航空都需要滤青 但它不应该出现在汽车行业中 滤青的成本太高了 并且难以运输 但丰田董事长丰田张南认为 氢能才是中级能源 不止在汽车领域 而是在整个能源领域 尽管这些发言都是业界的大佬 但马斯克本来就是以锂电池纯电动汽车起家的 而丰田张南也在氢燃料电池汽车上开发了20年 双方完全是利益相关者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客观的看看氢能源的现状 氢能源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消耗能源阶段的反应中 副产物只有水 没有温室气体 没有污染 第二个就是资源丰富 因为水中就有氢 而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 第三点就是作为气体 运输跟储藏的方式可以参考天然气 但是一旦氢能源落到工程实施上 困难就远比优势多多了 最大的困难就是制备成本高 今天全球96%的氢 是通过化石能源加工而来的 而使用这样的氢驱动其他的设备 效率当然还会有再一次的损失 还不如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更节约呢 而且这还没有算制造氢能过程中 额外增加的碳排放 具体来说 氢气都需要加压到700个大气压左右 压缩过程需要耗费的能量 大约是燃烧这些氢所产生的总能量的3%左右 其次呢 一个很尴尬的事实是 氢气瓶子太贵了 有点呢 像娃哈哈矿泉水瓶那样 其实那个矿泉水瓶子的价格比水要贵多了 这一点对高压的氢气更是如此 高压的氢气比其他的气体更不容易存储 原因是氢气比较特殊 它会钻入到金属的化学结构的缝隙里 导致金属断裂 在行业中叫做氢脆 氢气的氢干脆的脆 所以存储氢就不能像存储高压氧一样使用钢 而必须要使用的致密的碳纤维材料 这东西非常的贵 今天 氢燃料电池里的氢瓶主要是两种压力规格 一种是350个大气压的 一种是700个大气压的 咱们以占比最多的700个大气压的储氢瓶来说 瓶子的价格一个是3500美元 核算成人民币23000多块钱 而一个瓶子里装的氢气大约是5公斤 在日本 每公斤的氯氢生产的成本大约是15块钱人民币 哪怕是按中国每公斤氯氢比较贵的生产成本38块钱来算 那瓶子里的东西才不到200块钱 可这瓶子2万多块钱了 所以 氢能源的成本不得不考虑高昂的容器价格 而除了制备成本之外 氢能源的运输成本也特别高 今天绝大部分氢气的运输采用的都是200公里内的运输车贯装运输 而这样的车拉的东西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典型比例是这样的 一辆超级重载卡车 货物的重量是50吨 但实际上只拉了半吨的氢气 之所以专门拉氢气的车上 货物只有1%才是氢 是因为装氢气的瓶子太沉了 占了99%的重量 马斯克所说的愚蠢 就指的是这一点 这个过程浪费了大量的汽油跟柴油 自不必说呀 如果为了多拉一些 比如说咱们把比例提高到 让货物中有50%氢 其他95%是瓶子的重量 这听着也是够离谱的 离马斯克说的那个愚蠢不太远 但是呢 也成倍的提高了运输效率 这样行不行呢 也不行 因为这需要把存储氢的压力 从700个大气压提升到3500个大气压 换用更沉更贵的瓶子 那自不必说呀 咱们只算加压过程中耗费的电能 就已经是无法承受了 因为要把氢加压到3500个大气压 这个过程中耗费的能量 大约相当于燃烧这个瓶子里所有氢气 所产生能量的三分之一 唯一可以考虑的就是使用管道运输 利用现有的天然气管道 在里面混入氢气 这样可以避免氢脆的问题 但是却要改造天然气的出口 再加氢站 把氢气单独分离出来 这需要前期投入数以亿计的费用 其实在20年前 锂电池 太阳能光伏电池 氢燃料电池 面临的是差不多的困难 仔细分析一下 都属于是希望无限 困难多多的情况 当时各国的选择 就决定了今天的新能源方向 我们分别来看看 欧洲跟美国是类似的 超过一半的力量是企业贡献的 他们各自依照自身的优势搞创新 哪个方向都有 与此同时 还有一小半的力量是政府主导的 政府依照国家科学院跟智库组织 选择其中一些发展方向 作为重点的补贴对象 政府的补贴再加上企业自身的努力 锂电池跟太阳能电池 在初期就获得了优势 后来逐渐成长为主流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绝大部分的发展方向 都是由政府补贴推进的 只不过各种方向上都有补贴 于是 由于欧美在新能源技术上 推进的更早 经验可以直接借鉴 于是就造就了 中国在新能源方向上的补贴 也是以锂电池跟太阳能电池为主 而日本和欧美中国都不一样 日本的科技发展 是由几家巨型公司推进的 政府的政策跟着这些企业的选择走 这个进程是这样的 1990年代初 丰田 日产 本田 都启动了氢燃料电池的研发 这引起了日本新能源产业 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重视 并且在1993年 设立了氢能源系统技术研究开发项目 维持了十年 十年之后 日本车企开始造出了氢燃料电池车 之后 日本的新能源发展方向就顺着氢能源走了下去 在2013年安倍执政时期提出的日本再复兴战略里 发展氢能源被提升为国策 提出了氢能社会的概念 将氢电 氢车 氢家 定义为日本社会的三大支柱 也就是在能源结构上 全社会层面的切换到氢 日本的科技发展模式跟欧美有点不同 它在多样性上的规模 类似于美国十几分之一的体量 凭实力而言 在那些日本深耕的领域里 实力跟欧美顶尖企业是不相上下的 比如说70年代 那种经济试用型汽车 跟八九十年代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日本都压对了宝 但不利因素是 一旦压错了宝 那就是巨大的损失 而在新能源领域 日本从规划的一开始就压住氢气 而且后来也真的在氢燃料电池相关领域 做到了非常棒的水平 今天全球超过一半的氢燃料电池的专利 是日本公司的 作为对比 我们可以看看5G标准的专利 华为是不折不扣的重要厂商 但它也只有20%的专利 所以一旦今后的世界 真的是以氢能源为主流的话 那全球所有跟能源相关的设备 大都要给日本公司 交纳技术授权费了 仅此一项就能让日本摆脱 九十年代持续至今的衰退 成为能源强国 甚至经济逆势增长 但是 哪种能源可以成为主流 并不是老天在冥冥当中注定的 而是当前所有参与者 各自施加影响之后 生长出来的结果 当绝大部分参与者 都没有把氢能源当作主力 去施加历史影响的时候 氢能源生长的速度 就是不如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快 于是日本赌赢的概率就会很小 在锂电池跟太阳能电池领域 上下游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公司跟科学家 试图解决困难 分一杯羹 15年前 很多业界专家预测 取消补贴 根本就无法维持的那些方向 今天都已经可以在 零补贴的情况下 实现自我造学了 而日本在氢能源方面 也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 如果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在1990年代 欧美也选择了氢能源 这条赛道的话 估计今天 氢能源的发展会比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更好 但可惜 今天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上 只有日本一家 在氢能源领域生耕 其他国家 今天即便发展这些技术 也大都是直接从日本引进的 局势发展到现在 甚至一些日本企业 也放弃了最初的信仰 本田和日产 都纷纷宣布 暂停氢燃料车的研发 仅剩下丰田一家 在苦苦的支撑 对于氢能社会三大支柱的提法来说 氢车这根柱已经削弱了一半 而氢电 氢家的成熟 还遥遥无期 当然 日本在氢能源上积累的技术 也不会白白浪费掉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作为补充角色的氢能源技术路径 也许会在十几年 或者几十年后 终于进展到了 跟日本今天旗鼓相当的水平 而那个时候 绝大部分专利已经过了20年的保护期 从氢能源在日本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多样性演化对社会的重要性 日本企业的规模本身就很大 又影响了国家政策向自己倾斜 必然挤压其他可能性的生长 世界上比日本的技术水平 还要高的国家并不多 要求每一个国家都实现 技术的多样性发展并不现实 于是技术上的多样性发展 就只能来自于开放与合作 而实现开放与合作的前提是 遵守大家都认可的游戏规则